歡迎收看全知悠閒占星書的頻道 我是蔡薩姆桑 進入主題之前記得先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後在留言區寫下 你印象中的古希臘神話故事是哪一個 為何你印象深刻呢 今天第三集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就是 Why太空星球是一次性的被創造出來的嗎 這其實在很久之前大家就在討論關於大暴躁的理論 那今天呢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這個議題 我在學習占星書這幾年當中呢 就開始認知到原來地球不是一次性的被創造出來的 包括像是木星啊金星土星這些星球 也不是一次性的被創造出來的 在很久之前呢 但外太空只是一片黑暗的沒有任何的球體 然後慢慢的出現太陽 然後在這個火熱的球體裡面 開始孕育出一些生命 當然太陽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不斷的發展 然後不斷的更新 在一陣子過後呢 太陽的體內可能是突然有一些狀況呢 是不適合自己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排出體外 所以第一個被排出體外的球體呢 就是土星 土星呢是當著在宇宙中唯一一個太陽以外的球體 而古希臘神話故事裡面有提到 天空之神其中一個孩子是土星 並且推翻它而成為世界的住宅者 後來呢 土星誕生了一些孩子之後呢 事件再次的重演 也就是木星 就是宙斯呢推翻了父親而住宅整個世界 所以呢 木星是太陽的第二個孩子 它從太陽的肚子裡面出來的 然後在一起誕生了火星地球基星水星 水星呢是最年輕也是最靠近太陽的球體 其實它就像是一個剛誕生的一個小baby 因此呢它是離太陽是最近的 那在古希臘神話故事裡面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土星的樣子 是被畫成一個老人的樣子 因為它是長子 那第二個兒子呢就是木星 因為它被描繪出一個大約在30、40歲之間的這個男人 那再來就是火星 火星是被描繪成一個 大概20到30歲之間的一個男性 因為這個年紀呢是正直爆發時期 是非常有鬥志的有活力的 再來呢是金星 它被描繪成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女生 因為它的年紀大約是在15歲20歲之間 這個年紀左右 所以因為這個年齡呢是最年輕最冒名的 那最後就是水星 因為它是最後一個誕生的小baby 那為什麼水星公轉的速度呢是地球的三倍呢 想一想我們人類是哪個年齡階段是最有活力的 那就是大約在三歲到五歲的這個時候的小孩子呢 他們的活動力是大人的可能兩倍到三倍之間所用 雖然呢在古希拉神話故事裡面呢 水星是被描繪成一個年輕男生 但其實呢他只是一個小baby 這就是為何出生在雙子座的人呢會有baby face了 所以基本上呢球體是一個一個慢慢的 像媽媽還那樣子的方式呢 誕生小孩子的 所以不是一般人說的大爆炸理論的模式 當然呢如果你不相信我說的話呢 我建議你到台中科學博物館呢 有一個展覽館好像叫做科學中心 如果現在還有展覽的話呢 我當時在2018年的時候去的那個展覽廳呢 大概四層樓高 那最高那一層呢就是展覽像是新珠啊新球的一個概念 那那時候我回去台灣玩 我想說很久沒有去博物館 因為我本身是台中的 那以前住台灣的時候會至少一年都會去一次博物館的 而那時候去的時候是臨時決定的 所以就快速的逛了一下 突然就看到他們在那個樓層呢 是展覽星座的 那我就好奇心就上去看了一下 那我就發現到他們的右邊的牆壁呢 就寫出星球體是如何出現的 以及如何誕生的 他們說的就是我剛剛跟你們分享的是一模一樣的 但我是要先澄清一下 我在去之前呢 我是先學占星座的時候就學到說 星球體是由太陽的身體運運出來的 那是到後來到博物館的時候才發現 他們也是有相同這樣的一個解釋 那當然呢它上面也是有寫到說什麼時候是世界末日 那世界末日就是當太陽把所有的球體一個一個 慢慢的吸回到自己身體的那一天的時候呢 就是世界末日 當然你也不用太緊張 因為世界末日還不會這麼快的到來 我是學博家里亞星座 專心書的第五花人蔡塞姆 我將帶給你更多智慧持續關注我 我們下次見 拜拜